大家好 我觉得我觉得今天我应该戴 我应该戴这个眼镜拍拍这个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我的眼睛有点肿 有点肿 是因为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只睡了 只睡了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这个这个看起来是熊猫眼 黑色的 所以我有黑眼圈 这个我有熊猫眼 那为什么我昨天晚上只睡了 只睡了四五个小时 都是这个拼图的错 因为昨天晚上我试试 我试试拼图 我告诉我自己 我工作完了 我可以睡觉以前 我可以休息一下 我开始拼这个拼图 可能四个小时 或者是五个小时 我一直停不下来 所以我对这个拼图非常的上瘾 我对拼图非常非常的上瘾 我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停不下来 然后我拼完了一个部分 再拼另外的一个部分 很晚很晚才睡觉 那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我的拼图的经历 我是怎么拼的 和我觉得这个拼图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坏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拼图是一个非常大的 很大的一个拼图 那这个拼图是1000片的 有的拼图它是150片 有500片的 还有给这个小朋友小孩子的拼图 可能是100片的 50片的 这个呢是1000片的 我觉得还有更难的 比如1500片或者是2000片的 那对我来说 这个是我第一次我第一次拼 拼1000片的拼图 以前我拼过500片的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非常的有意思 我这一次我会挑战 我会挑战我自己 我说嗯好 那我试试 我要拼一个1000片的拼图 很有意思 这1000片的拼图 我会把它分成 四个部分 对四个部分 这个拼图的背面 它会有四个动物 四个动物 这个是 鲸鱼 或者这个是海豚 有兔子 有熊猫 有老虎 所以这个拼图的背面 这个是正面 这个是背面 所以拼图的背面 有四个动物 那我会根据这四个动物 把所有的拼图 分开 分成老虎放在一个盒子里边 兔子放在一个盒子里边 鲸鱼放在一个盒子里边 和熊猫放在一个盒子里边 所以我会有四个部分 那我会准备五个盒子 第五个盒子是这个拼图的边缘 是这个拼图的边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有的 所有的拼图 它会有这个凸起来的 凸起来的 和凹进去的 凹进去的 凸起来的和凹进去的 那只有这个边缘 外边的这个部分是平的 是平的 所以我会把所有的这个平的拼图 找出来 找出来 所以我在分这个拼图 所以根据它的这个四个动物 那我会把它们分开 我也会找出来这个平的边缘的部分 所以这是第五个盒子 我会把这个拼图 根据四个动物和边缘的部分 放在五个盒子里边 那我的这个拼图 我已经拼完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快拼完了 已经快拼完了 所以还有还剩最后的第四部分 还剩还剩一个部分 我没有拼完 好 那这个拼图的正面 老虎的部分 兔子的部分 海豚的部分 和熊猫的部分 那我会先拼这个一个部分 然后我会正面 我会根据这个拼图的正面 会把这个差不多颜色的 差不多颜色的 这个这一些部分放在一起 比如这个是黄色的 红色的 蓝色的 灰色的 灰色的 白色的 拼图会放在一起 然后慢慢的去拼 每一个部分 哇 这个最难的 这个拼图 最难的部分 就是下边的这个灰色的 这个灰色的部分 因为有非常多的 这个一样颜色的这个片 拼图片 所以这一部分是最难的 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快瞎了 眼睛都快瞎了 这个是拼的最长的时间 这一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难 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但是越多越容易 越多越容易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 我们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 对吗 你决定 哦 我开始做这件事情 可能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难 但是我觉得你越有经验 越有经验 你会越容易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拼图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考试 有的人会问我 他说你觉得拼图会不会浪费时间 这个好像是比如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浪费时间 你花几个小时去做一顿饭 这个会不会浪费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值得还是不值得 那对我来说拼图的时候我会很放松的很专心的去拼图 我觉得是比较轻松的一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拼图拼完以后 你会觉得非常的成功 会有这个成就感 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所以现在我快拼完了 我快拼完了这个拼图 我有点舍不得 我不想拼完这个 就是拼完了以后 我说啊没有了 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的人 他们拼了一个以后 他们还会再拼第二个再拼第三个 就是他会有一种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拼图也是一个家庭的时间 或者是跟家人或者是跟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在一起的方式 几个人可以在一起拼图 或者是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拼图 我们现在用手机的时间 用电脑的时间 看电视的时间可能太多了 那你真的去看书或者是拼图 或者是跟家人一起聊天 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越来越少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拼图可以让大家在一起 一边拼图 一边去聊天 一边去和别的人分享你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第三个 我觉得这个拼图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刚才我说的 可能 你会上瘾 就是你非常的喜欢 你开始你会停不下来 你会一直一直一直想去做 这个如果你在这坐着几个小时 可能也会对你的身体 比如现在我的背非常的疼 可能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拼图 还是玩游戏 还是看电影 看电视 可能你都需要一个 很好的控制你自己的时间和你的安排 那这个就是我的我的拼图的经历 和我对这个拼图的感觉 如果你想拼图 那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一边学习汉语 一边拼图 好吗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别忘了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 每个星期 我会有更多的视频 我是Annie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并且订阅 字幕让眼睛 接着 点赞并且� 使用 点赞并且 进 叹 向 钝 叹